大家下午好 我们继续带大家读书 现在我们带大家读的 是我面前的这一本叫做《抗言自救》 也就是说莫妮卡所讲的书 其实刚刚的短视频里面 一直在给我们普及的 非常多专业性的知识 就是到底以前我们总是会把吃饭 理解成为简单的吃饱 我们把吃饱当作一个人生的要义 然后在基础之上 我们中国人日常所谓的吃好 其实是吃什么呢 吃肉 吃香 就是我这个东西做的好吃不好吃 大家不看中里面的营养成分 取决于它的适口性 就是它吃到我们的嘴里边 是不是有一种很浓香 或者说很让你舒服的感觉 其实刚刚的短视频里面 也谈到一句话 让我们有所警醒 就是大家会觉得 吃甜点的话能让你开心 它是什么呢 多巴胺的分泌 但是当你的甜点的食用量 过多的时候 它会造成什么呢 又会造成你的抑郁 包括我们所说的 精米白面吃多了 人会发困啊 发呆啊 出现的脑雾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来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莫妮卡 他们所写的这本抗炎自救当中 也谈到了压力来自于什么呢 不良睡眠 精神压力 水的污染 加工食物 久坐的习惯 还有环境毒素 那么对应的是什么呢 运动 瑜伽 干净的水 冥想 恢复性睡眠 还有植物基地饮食 其实我们所要做的 要消除这样的一些压力 消除一些紧张 甚至包括女性 上午有伙伴在问 那位叫周的女性 在问如何解决乳腺的问题 其实乳腺疾病的诸多问题 一定是和不良睡眠相关 和精神压力相关 和水污染物相关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所涉及到的各种的污染物 不单单是水 可能是空气 还可能是食物当中 还有一个久坐不动的方式 还有一个加工食物 那么在纯净生活的概念当中 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要通过让自己的身心放松 和植物基底的一个纯净生活 来共同去解决 在这里面其实谈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点 上面这段话的话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这个里面也谈到了 诸多疾病的问题 我们就不说了 好 现在医学界 我们看第二段 也谈到了医学界 取得了很多的进步 我们有放话聊了 有了更多的问题 但是在这里面 来最主要的是下面这段话 因为这段话呢 我们上周给大家分享过 所以我们就简单一点 这个里面谈到了一句话 当代医学界在于什么 在于解决问题 而不是预防问题 就比如说 当一个人出现了肥胖的时候 当一个人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 人们不会去讨论 减肥和肌肉锻炼 而是讨论什么呢 安装新的关节 在教育患者通过饮食降低风险之前 那么医生会安排什么呢 胃旁路手术 什么叫胃旁路手术 切除掉你三分之一的胃 那么在大家不了解 那和胆固醇 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之前 医生会让你们先去吃 降血脂降血原的药 因为在前几天 我们在线下会议的时候 遇到一个比我大三岁的人 六五年的 在吃饭之前 他在吃着一粒药 我问他你吃的什么药 他说不知道 医生让我吃的 这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很多的陋习所在 就是我不知道 我吃的药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我吃的这药是什么成分 我也不知道 它是什么原理 反正我就知道 吃了药吃饭 吃了要吃饭 我还活着呢 那么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在北京 也遇到过一个43岁左右的年纪不大的一个年轻人 生活很苦 父母早亡 在北京市呢 虽然说是北京户口 但是住着一个很差很差的房子 每天卖菜为生 以酒消愁 那么 大概是在半个多月之前 两天没有出门 被邻居发现死在了家里 什么原因 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脑溢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 来我们看看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现在的人们 不再关注疾病的根本原因 比如说压力和炎症引起的失衡 而直接想要结果 为什么上午我跟那位周女士说 你有了乳腺疾病 你有了睡眠 你不用来我们这边直接咨询 你先学会听课 大家要学会是什么呢 关注你乳腺问题的根本原因 关注你失眠的根本原因 不要总是希望我们这里像医院一样 你吃点这个吧 吃点那个吧 我们不是卖药的 我们是希望真的能够引领大家 关注疾病的根本原因 去解决问题 因为乳腺疾病也好 因为失眠也好 在我们看来都是压力和炎症 引起的什么 整体失衡 这个心理基础 你不把它见识好 你不知道要从这个角度上去解决 也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在这个里面 莫迪卡医生也问了一句话 随着医疗和技术的进步 人们变得更好 更健康了吗 在这里边 他用了一句问号 好 我们看看下面怎么说的 大家在这个世界上犯了一个什么错误 每个患者都在寻找神奇的药物 因为他们自己作为医生来讲 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找能减肥的药 能够缓解疼痛的药 让皮肤光滑的药 治疗过敏的药 然后我们看到 美国人是这么想的 来我来问问你们 直播间的伙伴 你们是不是还在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希望毫无节制的吃任何东西 然后通过吃药来解决前者产生的高血压 高胆固醇和心脏病 我想吃羊肉串就吃 我想吃炸鸡就吃 我要开心的吃 那么我要通过药物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结论是什么 来我们看到 在这个里面 莫迪卡教授也提到了一个关注点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颗神奇的药物 每一个药物都会有副作用 交叉反应和潜在的不良反应 所以说他提到了一句话 也就是我们在做这档栏目 每天给大家做科普讲座的一个观点 尝试摆脱神奇药物的诱惑 不要想哪个药物是神奇的 我不相信任何的药物 我不会去打任何的疫苗 我不接受任何的所谓当代科技的药物 我们要实施的是什么呢 生活方式干预 那么在这里边 莫迪卡教授提供了三个点 第一 首先要知道 没有神奇的药物 每颗药物都有副作用 你是愿意为每种疾病都服用一种药物 还是愿意进行具体有效的干预 这也是我们希望问大家的 我们为什么采取了一个邀请马制 就是希望大家 如果说你就觉得 哎呀生病就生病吧 高血压吃进牙药 血糖吃 那么你如果是这个状态 你就不要在我们这边听课 我们也不会浪费时间 我们希望大家是共同认知到 大家是愿意进行持久效果的 进行这种干预 来达到具有持久效果的干预 可能你这半年痛苦一点 这半年辛苦一点 但是通过因为以前我们不懂 当我们经过干预之后 让我们的身体走回到一个年轻的状态 这是我们纯净生活 想送给我们伙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物 你说我就希望这边大鱼大肉吃着 那边再吃这家药 那么你就不要来我们这 你就去医院找医生 给你开点药 让你的血压不高 你觉得这就叫治病 但是在我们看来 血压不高 血糖不高 这都是药物对于你的指标的一个控制 这不是治病 这是一个健康当中的假象 好 那么莫妮卡在这个里边呢 讲了一个她自己的故事 我们前端就不太给大家讲了 这个就是她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 很多伙伴 因为看过这本书 我们选择她生病之后的那个部分 从这里来我们看到 两周之后 她被诊断成了重度肋风湿性关节炎 来给她的一个推测是什么呢 风湿病专家 因为莫妮卡教授呢 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 她是心脏病专家 她是心脏病学的一个专业学者 那么她在读书的时候 看到过重度癌 就是关节变形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恐惧 所以在这里面来 她也谈到了 她的痛苦 开始脱发 开始恶心 等等等等诸多问题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她也是不断的在吃这样的一些 针对于类风湿的药物 但是针对了这些药物 她也觉得副作用好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那么她遇到了一个整合营养顾问 其实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心态 大家都是非常相信药物的本身 那么对于整合营养并不是特别的关注 来我们看这样一段话 莫妮卡当时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她的朋友一个整合营养顾问 在对她做分析 其实大家发现 莫妮卡是一个什么 美国权威的心脏病专家 她在自己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后 也是吃了很多的药物 开始遇到了一个做整合营养的朋友 才开始关注饮食对身体炎症的影响 所以 大家的起步并不晚 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信心 我们在整合营养领域应该是全球最先进的 我们愿意拿出来时间 愿意给大家提供优秀的产品 帮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些困惑 来我们看看它下面是怎么说的 正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故事之后 莫妮卡才开始对当代医学的对于疾病的理解跟认知 有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来她在这里面 看到了 人们 普遍相信 大家的身体的疾病是有遗传性的 比如说她讲的一个人 在遗传上容易患上心脏病 那么她的指标表现成为什么低密度高啊 高密度这个 低密度高啊 高密度低啊 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她的肝油三指高 再加上她有久坐不动和吸烟的这种环境影响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 也就是说 新铁硬因素 再加上应激反应压力 带来的一个细胞异常 这是我们疾病的一个根源 好 在这里面 我们 莫妮卡 整个反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 给我们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环境损伤和触发因子 对于一个不同的男人 可能每一个人身上会产生不一样 你可能是因为睡眠导致的 他可能是因为抽烟导致的 他可能是过度爆晒导致的 他可能是摄入饱和脂肪导致的 也有可能谁是摄入肤质和乳制品能导致的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核心目的 来我们看看这样一句话 当你改变饮食 消除压力源 并做出抗炎选择的时候 就可以减少体内的炎症反应的发生 我们再看这样一句话 你改变饮食 你怎么改变饮食 你该吃什么 不该吃什么 不是要问我 是要你们通过 IgG检测之后 剔除掉自己的过敏因素 那么这就要改变饮食 压力源是什么呢 比如说睡眠不好 比如说抽烟 比如说刚刚短视频所说的工作压力 这样的一些问题 如何变成 当大家理解了 压力会带来肥胖 压力会带来我们的血压增高 尤其是我们的低压增高 这都是因为在工作压力之下 你自己的肾上腺素 高分泌状态带来的血压增加 其实这都是一种疾病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让自己快乐 这样的是一个基础 当我们把这两条做好了之后 我们会做出了一个什么 抗炎选择 这个状态就是能够减少我们体内的炎症的发生 在这个里边 来我们看看 莫妮卡 她是走过了自己的一个过程 用自己的一个心得告诉我们 了解自己身体的敏感性 是要花点时间的 但是她也是一个问题 乳制品和她其他的动物性制品通常是炎症的来源 所以说她的选择也是从减掉乳制品开始的 放弃披萨的时候 她讲一句话 她哭了 为什么 披萨是什么结构 披萨的底 是一个烘烤锅的面包底 披萨上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奶酪 就是一些油脂 披萨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水果 香肠等等 其实你会发现 披萨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中国式的肉馅饼 它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放弃小德的家庭当中 我们这边还有一本书是小德写的 德约科维奇也是放弃了披萨 为什么 小德的家里是在欧洲 在塞浦路斯 在南斯拉夫的国家 在那边是开什么呢 开披萨店的 小德从小开始就是一口一口的向嘴里吃着披萨长大的 就像我前段时间上周遇到的那一位 糖尿病患者65岁 当跟他说要放弃精米白面的时候 当让他放弃饺子的时候 他一句话 我戒不掉 我戒不掉 我太爱吃饺子了 但是呢 已经65岁出现了脑梗 出现了心脏病 出现了子宫摘除 出现了糖尿病 依然说自己忘不掉饺子 其实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无语 就是在他们看来 生命的价值不如一盘饺子重要 所以说这个人 这样的一些客户群体呢 其实是我们不愿意去服务他们的 你会发现 我们更愿意针对的是什么呢 大家能够知道断舍离 知道自己的生命的追求是什么 就像我们所讲的 很多伙伴在断离开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不良食物的时候 都经历过这样的痛苦 但是我们走出来 就是走向了健康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在这里边 你会发现一点 大多数人会发现 担心自己食物当中 没有足够的钙和蛋白质 这就是很多人在 就是当大家发现 我也很少吃肉 我的蛋白质来约是我们的蛋白粉 大家会很少会 总是会关注 哎呀你不吃肉 因为上次在直播间就有人 你不吃肉 这个蛋白质从哪来 这种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幼稚的一句话 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蛋白质的丰富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 它不是一个 因为肉里边是一个什么呢 是个高热量蛋白 因为 为什么我们会说 会建议大家 海参会成为一个中国生病的人 或者一个比较高端的食材 海参是一个低热量蛋白 但是海参呢 也不是一个好蛋白 因为它的蛋白质结构不完整 海参是一个低热量的一个高蛋白食物 除了海参之外 我们大多数的这种食物当中呢 像比如说我们吃的牛羊肉里边 那就属于一个高热量型食物 那么鱼呢 相对来讲的热量会低一点 虾的热量呢 相对来讲会低一点 但是这些食物当中的话呢 抗生素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的含量又太高 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放弃掉了这样的一些肉类 只用蛋白质粉来作为我蛋白质的补充 好 莫妮卡因为她自己是一个医生 大家看她的计划没有 她一直不太敢相信 不太愿意承认她自己生病了 所以说当她自己有了一个意识之后 她才能够理解这个患者的这种喜怒哀乐 来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来 我们看在下一段 知道很久以后 她接受了她的病 那么她怎么改变的呢 我们看在上面一句话 通过植物基底的少油 少精致糖的生活方式 来增加 来修养自己的身体 滋养身体 以植物为主 少油 少精致糖的饮食 来滋养身体 那么增加睡眠 其实这两件事不矛盾 你只要做到了少油 少精致糖 你只要少吃 你的睡眠自然就会变好 睡眠的变好 不是一个单独调整的内容 它不是说 我们要理解的是 睡眠是什么呢 睡眠不是你躺在那里闭眼睛 植物人是躺在那里闭眼睛 那不叫睡眠 你吃了安眠药 躺在那里 闭着眼睛 躺在那里八个小时 那不叫睡眠 睡眠不在于时间 睡眠在于你的时间 你所躺在那里的这个过程 让你的身心归于安静的一个过程 能不能完全清除掉 你身体的代谢垃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的睡眠是有意义的睡眠 而不是我拿棍子 给你一棍子 把你砸晕了 你躺在那里闭眼睛 你叫睡眠吗 这不是睡眠 而安眠药带给你们的是 躺在那里闭眼睛的一个浪费生命的过程 根本就不是睡眠 理解了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每一项生命的原理是什么 每一项你的生物的本能是什么 好 我们再往这里看 那么 莫迪卡在这边 让她变成了是什么呢 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 因为她既是医生 又是患者 所以我们都一样 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 从事了30多年的这个行业 那么不断的摸索经验 不断的改造我自己的身体 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 一个60后50多岁 可以达到如此健康的一个状态 前几天你们可能有人看到过我的朋友圈 我现在推胸 可以完成100公斤 人呢 站在这里也不会说腰酸腿痛 也不会什么新冠 也不会甲瘤 就会处于一个非常非常 包括我们党顾身 都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好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发现 当莫提卡改变了之后 党顾身变得很正常 炎症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她自己 作为一个类风湿患者 确诊两年之后 也就是说 她大概经过了半年左右的药物条理 经过了一年半左右的食物条理 那么两年的时间 停用了所有的药物 还参加了铁人三项赛 铁人三项赛是什么呢 自行车 还有什么游泳 还有什么马拉松 为什么叫铁人三项 就是很 这是我们中国的名称 就是一个只有铁人能够完成的 同时你要进行游泳 马拉松 还有自行车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长距离的一个运动 他的起源是模仿着二战时期的一些士兵 那么要先骑着自行车作为通讯 那么自行车坏掉了 然后跑步 跑步之后遇到了海洋 那么覆水前进 他模 他模拟的是二战期间的一些通讯兵的一些行为 所以叫做铁人三项 那么作为一个类风湿患者 能参加这样的比赛 是足以震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好六年多以来 他没有学过 没有服用过任何药物 明白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让他自己 他感谢他的小女儿 因为他认为是他生了小女儿之后 那么让他自己生病的 那但是他现在让他知道了 他的身体是因为他的小女儿恢复 变成了一个理解的健康 这就是甚至我们所说的 中国的很多医生根本就不懂健康 莫妮卡也是一样 他自己作为心脏病学者 出现了类风湿之后 是在营养学界的建议之下 走到了健康 所以我们为什么强烈给大家推荐这本书 他自己有自己的感悟 有自己的感同身受 也有自己的康复故事 好我们再往下看一段内容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乔蒂医生的故事 这也是两位作者 乔蒂医生是什么 那么他也讲到了 他的外祖父的故事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他们一些行医的故事 我们就不讲了 好我们在这里面看到 他从自己从业开始了 从业开始 在纽约的私人诊所 他发现他可以诊断疾病 治疗疾病 但是找不到根本原因 作为一个医生 他们在思考 患者白天试睡 就是白天昏沉沉的 为什么要让他们服用药物来提高警觉力 而不是在他们睡眠问题上解决方案 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大家发现这个问题没有 我们也对一些有非常严重症状的患者 做了全面检查 我们曾经针对一些植物人患者 做过所有的指标检查 一切正常 能理解吗 他已经躺在床上了 他已经明显是个植物人了 你查他的血压 血脂 你查他的所有指标 都是正常的 所以说让我们奠定了一个基础 现代的医学检查 不是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我们更多的要根据这个患者的状态 去做判定 好我们看看 乔蒂医生在这里面是怎么说的 那么你的指标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你会有全身酸痛 你有这个症状 但是找不到任何原因 好 你没有任何的症状指标 但是你五天不排便 其实这都是我们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大家为什么来直播间喜欢问我们 我怎么这样 我怎么那样 但是你们去医院 因为医院只看指标 但是指标不可能反映出来 我们身体的全貌 那只是一些体表的非常非常粗浅的指标 所以说体检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检查 根本不可能表达我们生活当中的全貌 那么什么能够表达 看你的生活方式 好 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 一座永不睡觉的城市 北京是不是一座永不睡觉的城市 上海是不是一座永不睡觉的城市 甚至深圳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城市 因为在这样的城市当中 白天有工作 晚上有夜生活 大家会觉得我们给大家讲到过 人是唯一的一个主动熬夜的动物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想干 很多年轻人会觉得 睡眠是一个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 好 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 乔蒂医生发现在一座永不睡觉的城市当中 充满了这种压力型环境 那么会出现什么 失眠 肠一肌综合症 偏头痛 心悸等等 这样的一些症状 没有任何的原因 就是一个城市化 城市生活所导致的 好 也谈到了一个问题 在我们中国 大家会发现在农村 甚至在城市里面 都会出现庞大的一个体重增加的这样一个群体 那么也谈到了 如何来解决快乐问题 来探究压力源 怎么重新设计 这也就是 那么作为一个莫迪卡医生 大家会发现 在美国医生的诊疗费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乔蒂医生是在开处方的时候 减要的粗略的讲讲运动和饮食 他也谈到 他就是自己是一个消防员 努力扑灭已经在身体里边发生的火灾 但是没有任何的措施来预防火灾的发生 大家会发现 乔蒂医生开始学习什么 开始学习针灸 他们对于中医的认知 其实很多人是从针灸开始 因为他们在了解了 针灸确实能够带来一些慢性疾病的好处 但是它的神体性在哪里 那么莫迪卡医生开始理解了能量流动的概念 什么叫能量流动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平衡 还有一个气息 其实说起来中医药的很多原理 大家都觉得很玄妙 很玄学为什么用针扎一个地方能够解决诸多的问题 那么乔蒂医生也发现针灸能够 比如说背痛偏头痛 胃酸导流等等的诸多问题 能够得到心情的改善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乔蒂医生开始走向了整合医学 而从他的门诊 从用西药走出来 开始用全方位的治疗 那么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变化 来在这个里面他也谈到了 不断的强化这样一句话 功能医学大家研究的是什么呢 基因变化 所以我们给大家要谈到的是什么呢 什么叫做基因变化 我们要研究当代的饮食和环境 适不适合人类的基因 我们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的进化速度是不是达到了饮食的进化效果 50年以前 甚至不说50年以前 30年以前 在我20岁的时候 马路边上没有这么多的快餐摊 没有这么多的外卖 也就是说我们都处于在家庭当中吃饭 那么家里边的话 最多最多就是油盐降速 而且是油市限量供应 每个月每个人每个月半斤 那是我们在北京和这样的一些城市人口当中 我们可以平票买肉 平票买鱼 那么这30年以来 我们大量的肉淡奶供应了市场 我们小时候是喝不到牛奶的 现在便宜的像水一样 那么确实是你们看到 一斤牛奶的价格 有些时候才几块钱 那么一瓶一云的水的价格 也差不多要几块钱 所以说牛奶跟水几乎是一个价格 那么当我们以前从小 你只要成年之后 你这辈子都喝不起牛奶 喝不上牛奶 怎么会给你喝呢 牛奶只是给小朋友 小宝宝 母乳不够的情况之下 补充一点点 当初我就记得三元的奶粉 海河的奶粉很难买 我们直播间的很多伙伴 应该有这个印象 而到现在 我们这十几二十年以来 牛奶随便喝大量的供应 那么我们人类的基因 是不是变成了一个 可以随时喝奶的状态 这就是一个我们也在思考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尽量带领大家回归到符合人类基因的一个生活方式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基因里边都需要我们去吃菜 因为我们可以看我们的牙 我们的牙齿是来我们的牙齿是个平面的 是来磨碎穀物的 磨碎蔬菜的 我们不是一个以吃肉为主的民族 因为在中国 汉族的生活当中是以穀物为主 而可能蒙古族啊 藏族啊 维族啊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 他们的生活当中是以肉食为主 这就是我们不能不敢 不能不考虑这样的一些基因变化 而现在我们的汉族同胞也开始以肉为主了 那么这二三十年 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巨变 会让我们的基因改变跟不上这个形态 大家能理解了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会发现 另外一句话 除了基因改变之外 还有一个不断的给大家强调的 氧化应激效应 不管是从线粒体出身 还是从我们身体细胞的自视的这样的一个原理 包括端粒酶 都告诉我们 氧化应激反应所带来的结果 还有营养失衡 营养失衡会带来我们自身的食物供应的不匹配 带来我们更多的出现维生素的缺乏 还有环境毒素 环境毒素有空气 有水源 还有什么 我们饮食当中的一些食品添加剂 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最终结果带来什么反应呢 乔蒂医生告诉我们 这种反应慢慢的改变了身体 对压力的反应方式产生了 要的食品质量 转基因食品和加工食品 还有化学物质到精神 所以也就是说要从一个综合的方面 带给我们一些健康的感受 在这里面 这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 老龄化是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 我已经是一个55岁的人 再过个几年也马上叫60后 或者60岁 60岁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也已经步入了人生的老龄化 但是你会发现 你们觉得我会害怕吗 现在我有些时候总是把我也快60了挂在嘴边 有些时候当作一种炫耀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候很多年轻人看到我的身体的状态 看到我走路的样子 看到我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妆容 看到我的皮肤 或者说看到我想让你们看的时候 我就让我的头发长出来一点 给你们看看整个四周完全没有白头发的这种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局质 其实在我们身上留下了非常多的自信 所以说来我们这边看到这样一句话 我们可以让自己健康强壮的活着远离慢性疾病 这就是我们和莫妮卡和乔蒂医生 我们共同的一个心愿 当这个内容讲完了之后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当平衡被破坏的时候 就会产生压力和炎症 这是中枢神经的作用 那么是什么东西会造成了我们的身体不平衡 这个里面包括受伤 焦虑 毒素摄入 缺乏活动 以及各种的触发因子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 他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原理 这个过程我们就先不说了 刚刚的短视频里边 也谈到了良性压力和痛苦 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让大家改变纯净生活的方式 让大家吃得更健康 可能我们的很多伙伴呢 把它当作一种压力 就是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但是呢 我是把它当作一种良性的压力 当作一个升级打怪兽 不断不断的挑战自己 这就造成什么呢 积极预期的一种驱动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说在我的这个年纪 我能推起来100公斤 我能够让我的血压保持在70到5 115 让我的血糖保持在一个极稳定的状态 让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毛病 这是我在很多人面前 炫耀的一个资本 而且让我可以非常时尚的 走在街上街拍 能够让我自己 每天蹦蹦跳跳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 让很多人梦想的一种生活状态 那么其实这就是 让我的饮食改变 变得更快乐和更有计划 就比如说当 上周我在跟你们讲 我可能会把头发留起来的时候 那么我就相信 当我作为一个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专注于食物营养 我就相信 我应该头发长起来以后 能够给你们看到一个黑油油的样子 所以这段时间 这两天以来 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哎呀 杜院长 你头发好黑呀 其实你就会发现 每一件事 每一种改变 都会自己带来的是什么呢 带来的是一种快乐的应对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面对 睡眠不好呀 面对一些生活习惯的时候 如何把这样的一个压力 变成正面的驱动力的一个原因 所以生病了 怕吗 不要去怕它 你把它当作了一种自我的调整 和一种身心的改变 那么你只要知道 这些疾病都是可以去战胜的 只不过以前我们不知道方式 我们给大家找来了 这么多的书籍 那么莫妮卡医生和乔蒂医生 也给我们做好这样一个榜样 我们只要去改变就可以 好 我们在这里面 从明天 我们再给大家讲下面的内容 这个里面呢 叫做一个身体对压力的一个失用症 因为我们看看上面这样一句话吧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压力 会产生的是什么呢 引发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 你比如说失去工作 失去工作 到底是一个痛苦 还是一个重新开始 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讲 社会逼你一下 让你失去了工作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这批学生 当年出现了一些事情 所以只有我少量的同学 我们那年那个年代 还是应该被国家包分配的 我们的很多家长 让我们去读大学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包分配的稳定工作 但是我们那年呢 八九年嘛 出现了一些事情 所以说只有我们很少数的同学 通过家里的关系 实现了包分配 能够在天津北京啊 找到一些工作 像我们这批人呢 就没有被包分配 就是所谓的秋后算账 扔到了社会 如果说我是在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中 去抱怨自己的父母 抱怨这个时代 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状态 那么对于我来讲 确实是北方人当中 非常少有的 那么大学毕业完成了实习之后 那么走向了社会 靠自己去打拼 但是当我现在五十多岁 再回头去看我那些 五十多次的同学的时候 那就完全已经不在一个年龄段上 包括服装 包括打扮 包括对于互联网的认知 甚至很多人已经处于是什么呢 对于现在的互联网购物啊 对于互联网购票啊 对于叫网约车呀 我的很多同学都已经开始不太适应 但是我却玩的得心应手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是 当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该如何认知去理解它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整体上的 在身体的疾病的康复的过程当中 情绪压力 饮食环境的一些诸多因素 所以它不是一个 像上午周女士所问的 我有乳腺问题 我有头疼问题 怎么调理 没有这么简单 它需要你的身心的真心的去配合 所以有时候我们总之伙伴会说 哎呀我已经纯粹生活半年了 很难做到 因为它要一个更综合的方式去理解 更主要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 要让我们能够身心的放松 才能够把严正因素全部的剔除掉 好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我们看看大家的问题吧